马路上,一条小流浪猫倒在那里,地上一滩白沫,是它刚吐出来的,小猫好像是食物中毒,它已经不能动弹,静悄悄地倒在马路边上。 当救助人员赶到时,它正以奇怪的姿势趴在那里,它一定是经历了巨大的痛苦。 救助人员上前检查小猫的身体状况,将它翻转过来,但小猫已经没有任何反应。 将它抱起来,连身体都是软的,它到底怎么了?还能不能够将它救活过来呢? 但很可惜,它已经没有了呼吸,它身上非常脏,在它死之前,经历了长时间的流浪生活,可是它还那么小,它根本就不可能在野外生存下去, 它有可能是吃了一些垃圾,导致它食物中毒,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它,它最终不甘地倒在马路上。 救助人员 救助人员用毛巾将它包裹好,将它带回来,虽然它已经不可能救活了, 但救助人员还想给它最后的体面,给它打来一盆温水,给它清洗干净吧。 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,从小就失去妈妈,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危险。 它还那么小,本应该在妈妈的怀里吃奶,却已经开始自己去寻找食物,结果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,让自己倒下来。 它还没有认真地在这个世界上走一走,就要永远离开,或许也算是一种解脱吧,毕竟活着太艰难,死了才能解脱。 人们拥有什么想法,毕竟活着太艰难,死了才能解脱。 人们拥有什么想法,毕竟活着太艰难,死了才能解脱。 近年来,流浪动物越来越多,城市化和工业化等人类活动,导致了许多动物的栖息地减少和破坏,使它们不得不四处寻找食物和住所,从而成为流浪动物。 缺乏责任心的宠物主人,它们的仪器行为,也是导致流浪动物增加的原因之一。 这些宠物被自己的主人放弃,迫使它们自己在野外生存,但是很多小动物并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,摆在它们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。 救助人员像往常一样,给小猫干干净净洗了个澡,用干毛巾擦拭身体,让小猫能保持一个干爽的状况,给它最后的体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вет哺! 画优独播剧场——冰箕奖的剧场——达 WAG 小猫都喜欢温暖的地方 就算它已经死了 救助人员还是打算给它一个家 一个温暖的地方 让它在喵星也能找到住的地方 救助人员用毛巾将小猫包裹好 在后山找了一个地方 这里绿草如荫 风景很好 它在这里不会感到寂寞的 愿小猫一路走好 在喵星没有苦难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对身边的流浪动物多一点关爱 或许就能挽救一条脆弱的生命 它们需要人类的帮助 你别把我丢了 风很大我会怕 你别把我丢了 路很黑我会怕 你别把我丢了 你别把我丢了 风很大我会怕 你别把我丢了 当我长大了 给你一个家 我老婆 你别把我丢了